Hello大家好 我是快字的高三 我们今天来讲一个一直要讲 但是有一年没讲的话题 一个坑 一个特别大的坑 大洪水 在大洪水的事情牵扯到我们很多的影片 比如月球啊 苏美王表啊 巴别塔啊 还有巨人啊 什么塔 巴别塔 就是跟语言有关系的 不记得了 还有火星男孩亚特兰蒂斯啊 所以算是我们频道所有内容中的一个核心 大洪水这个事情呢 在世界各地的神话城市中都有记载 如果大洪水真的存在 就意味着神话就是历史 那么直到今天为止呢 大洪水是否存在啊 仍然在学术界有很大的争论 主要有两伙人在争论 一伙呢就是考古学家 考古学家呢 普遍认为大洪水不存在 因为呢 没有什么考古证据能证明大洪水的存在 太远了吧 对对 有可能是太远了 到现在没挖到 那么另一伙和这个考古学家针锋相对的呢 就是地质学家 地质学家普遍认为大洪水是存在 因为从地质结构上 总是能找到 有这个水石的痕迹啊 范围非常的巨大 这个就是要覆盖这个地球的 但是这两方呢 谁也收服不了谁 所以一直在争论 那这个事情 为什么没有科学家在争论 这不是说物理学家数学家 原因就是因为啊 科学无法证明历史 所以爱因斯坦呢 在这个方面虽然没有发现 那么我们讨论大洪水 是否存在这个问题的时候啊 就要首先先说一下 为什么有些人不相信大洪水现在 既然古代传说中都有了 那怎么就不信呢 其实不相信大洪水这个事啊 它是近些年的发生 是在18世纪末的时候 有一个叫詹姆斯赫顿的律师 就写了些关于地质方面的书 其中呢 他就提到了一个定律 他说 以前地球上发生的事 都能够用 现在地球上正在发生的事 来解释 意思也就是说 如果现在地球上没有发生的事情 以前地球上也没有发生 现在地球上没有发生过 全球范围的大洪水 那以前就没有发生过 这个观点明显感觉就是个错误的观点 但是呢 这偏偏一个错误的观点呢 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因为啊 在18世纪末的时候 人们开始反教廷 就是很多人想脱离教廷 把科学与神学隔离开 那么怎么才能把神学和科学分开呢 就是否定神学 达尔文就是这伙人的后裔 所以他推出了这个进化论 就是说人其实不是由神创造的 而是由猴子进化过来 这就加剧了教廷与这个科学之间的斗争 那么对我们现代人来说 神创论也好 进化论也好 你觉得哪个更容易被接受呢 我肯定不是进化来的 反正不管哪个了 这个我觉得很多五岁能抬头的观众 已经注意到一点 这两个理论之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分歧点 这个进化论啊 就是说地球在40多亿年前就已经产生生物 然后2.5亿年前有了恐龙 然后390万年前有了人类 然后一直到现在 但是神创论不是这样 神创论一开篇 神用七天就造了世界万物了 什么恐龙也好 人也好 都神一下都造出来 所以按照神创论 人和恐龙应该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那么究竟恐龙和人有没有在一个时代生存过呢 从目前的考古的这个化石上来说的话 应该是没有 因为恐龙呢都在我们所谓的这个2.5亿年前 或者6500万年前的地层里面 而人可能有化石的话 在更近的一些年代里面 所以在这里边有个重要的点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推断什么动物在什么年代 是用地层的年代推断 这个地层的年龄是怎么值到2.51年 它是用一种叫做放射性定年法的方式测出来的 但是呢这个放射性定年法啊 是个非常不准确的方式 好大家记住这个点 一会儿我们还会提到这个问题啊 第一个共同点呢 就是这个大洪水啊是世界范围 而且对人来说是毁灭性的 而最后呢人还偏偏就活下来 第二个共同点呢 就是这个大洪水也都出现了水 圣经里说的大洪水就是神发动 中国的大洪水呢 女娃去给它补上了 反正都要有神 那么其实呢在圣经里也好 在传说里也好 都没有提到说这个大洪水是世界范围 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世界范围 都已经说了诺亚方舟啊 对你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诺亚方舟 如果这个大洪水不是世界范围的 就没有必要见诺亚方舟 如果是局部的 人们就前走就好了 没有必要见个方舟 把动物都放进去 特别没有必要把鸟放进去 诺亚方舟里是放了鸟的 一定是地球上都没有落脚之地了 而且呢对这个圣经是有描述了 就是说水已经没过了 整个地球上最高的山 在喜马拉雅山 珠姆拉玛峰的山顶附近 是有发现贝壳化石 这个事情呢 现在的地质学家来解释方式呢 就是说地球运 它原先是在海里 然后挤啊挤挤挤挤 经过几千万年 挤亿年 挤到最上面去了 所以几千万年前 几亿年前这个贝壳的化石 它就跟着上去 但是呢这个事情 要用大洪水来解释呢 就容易一点 因为水就没过了最高的山峰嘛 那贝壳在那有也很正常 那要想了解大洪水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我们就要看几个证据呢 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化石 按照原先生物学家的说法 化石呢就是动物死了之后呢 沉积在这个沉积岩里面 经年累月 经过上千上万年 然后它就变成化石 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 但是呢现在渐渐渐渐的 这个考古学也好 地质学也认为 这个化石的形成可能并不是这么缓慢 因为如果动物比如说死在地上 它在被掩埋 渐渐变成化石之前 可能就已经被吃掉了 或者腐败掉了 它不会一直等在那儿 等啊等等等 等你什么灰尘的 或沙石把我掩埋掉了之后 我慢慢变成化石 它一定是 一下子被什么东西盖住 压在下面了 然后里面没有空气 然后它就 渐渐地和周围的石头 融为一体形成了化石 所以它掩埋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绝对不是非常慢 那你就要想了 什么东西能把几十米高的恐龙 一下子也埋掉了 有几种可能 恐龙自己掉到泥浆里 掉到泥潭 沼泽里 再有可能就是大洪水 大洪水一下子 把这些泥沙卷过来之后 把这个动物盖在下面 直接就变成化石 再一个 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 就是达尔文曾经说过 卵组织动物 它是不会有化石 它化石无法保存 就是比如说像水母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现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水母的化石 它怎么会有化石 这就是水母的化石 这不是蘑菇化石 不是不是 这水母化石 像这种软体动物 又包括比如说我们说了 四十几亿年前的藻类 它的化石都能保存下来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那像这种软组织动物 它的化石是怎么保存下来的 它们保存下来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迅速被掩埋 那么活在水里的水母 是被什么东西快速掩埋掉了呢 它应该呢 就是被一些类似于大洪水一样的东西 一下就埋掉了 它本来不就在水里面 对 但是大洪水是个什么概念啊 并不是大家看到现在海帮海水的概念 它有点像海啸 海啸我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 海啸是黑色的 它里面全都是泥沙 所以人在海啸里是不能游泳 过来直接去卷在里面 你直接就变成化石 所以像鱼类或者是水母 都是这样变成化石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多的化石 尤其这么多恐龙的化石 怎么会出现那么多的泥潭 或者泥浆呢 或者是有一个泥潭 那里比如说里边掉了无数只恐龙 应该都在一个泥潭里面的化石 对不对 为什么分散这么广泛呢 就意味着这种快速掩埋的事件 在大范围发生着 究竟是什么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对对对 而且目前发现的恐龙化石 有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 叫做Dance Pulse 这恐龙死的时候 都是一个姿势 这个姿势就是头和尾巴往后弯的 那么恐龙死的时候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姿势 现在的研究发现 只有淹死的时候 是这样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 造成这么多恐龙迅速被淹死 而且那么高还有飞龙 对对对 有些恐龙甚至就是活在水里的 那么除了化石这一个证据之外 还有一个证据 就叫岩层 这个岩层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 我就是像这样一样 一层一层一层叠的 形成我们地底下这个部分 这一层一层是怎么形成的 就是按照原先的想法 就是比如说灰尘 沙石 有一点点堆积在地面上 经年累月 反正上千万年可能性都是有的 然后形成这么一层岩石 反正要形成地球线这么深的岩石的话 那怎么那个几十亿年 但是后来地质学家发现了一个事情 就是他们发现 比如说把这个层去掉之后 在这个岩层上有足迹 有脚印 这个脚印有可能是一些动物的脚印 有可能甚至是恐龙的脚印 这脚印是很难保存的 比如说你在这个泥上踩了个脚印 那可能因为下雨啊 或者风吹啊 很快它就要变平了 就没有了 那么为什么岩层上面会留有脚印呢 就说明这层上 啪下迅速盖上去 它不是慢慢慢慢 经年累月又风吹日晒之后 慢慢慢慢这么盖上去 而且他们发现这些动物的足迹啊 全美国的这个 就岩层上有动物足迹这个足迹啊 都朝一个报告 就说明啊 他们在逃跑 什么东西在追赶这些动物 他们都朝一个方向的 海巷 后来科学院又发现 这个火山口附近啊 火山一旦发生爆发了之后呢 就喷出大量的泥沙和岩浆 这个泥沙和岩浆啊 就会在周围迅速形成一个岩层 岩层可能五六米高 而这一层可能是一天形成 也就是说岩层的形成啊 真的不像我们想的那么慢 而是很快 一旦有什么事情 就五六米 哇 先盖上去 那么如果岩层真的形成了这么快的话 那问题就出现 就是我们现在看着地球啊 比如几十米厚的这个岩层啊 原先推测的几千万年形成 有可能就几年就行了 那我们整个地球的这个历史就短了很多 我们现在怎么断定恐龙是在2.5亿年前出现 是因为它出现在2.5亿年前的岩层里 如果它那个岩层不在2.5亿 比如说在20万年前 那恐龙真有可能和人生活在差不多年 我们上期视频又提到说仙女星人 说原先最早来到地球的叫什么 奇异人 这个恐龙啊 它有可能就是奇异 恐龙长成这个样子 按照现在生物学的观点 它跑得也不快 在我们看猪楼季空园 恐龙跑得非常快 但其实它根本跑不了很快 很慢很慢的 它不能跑 它不能跑也不能飞 手还那么短 什么东西也抓不到 它怎么就成为地球的霸主了呢 它很有可能就是那个高智慧的外星人 蜥蜴人 蜥蜴人 而它呢 确实和人是有一个共生的阶段 所以人要祭天 把人呢送给恐龙吃 恐龙本身抓不到这个东西 那它怎么灭绝 这就是大洪水 也就是说大洪水要毁灭的 其实就是蜥蜴人 而不是我们现在的人 这一幅个新女星座的人说 蜥蜴人其实是被囚禁在地球 被一个高等文明囚离 这个高等文明 就是发动大洪水 就是火神 它们还真不是来惩罚人家 它是来惩罚蜴人 所以把恐龙 所以说是灭掉 对 如果这个说法说不通的话 还可以有另一种说法 就是恐龙和人 它确实不是一个时代的 恐龙就是更早一起 然后一个大洪水灭掉 一层盖上去 继续变成化石 然后又造了人 继续在这生活 也就是说其实地球就是 外星生物或者神的一个实验程 把这个地球表面重新 全都没了 格式化 格式化 对对对 我就想说这三个字 当然没想出来 然后就重新开始了 这一波就是人 人如果他们觉得不爽的话 再格式化就出来别的东西 那么这个问题呢 现在是任何一个学家都无法解释的 但是呢 现在支持 不不 但是支持大洪水的人呢 说 你看在地球上 70%的表面都是水 你说地球上没有足够的水 形成大洪水吗 绝对足够 就比如说由于其他星球的引力 就是尼比鲁或者月球的强大引力 造成地球上水被吸高了之后呢 席卷了整个地球的空 算是有的 在星期效应那个电影里面 有类似这样的星期 对不对 而且我们在火星那个影片里提到 就是说按照火星现在上面的痕迹 就怀疑它上面原来有大量的水 那个河的宽度是亚马逊河了100倍 对不对 火星现在一滴水都没有 我们都能猜测到 上面有亚马逊河了100倍 那地球上现在有这么多水 那以前有更多水的可能性是完全是有 那么咱们今天讲的内容呢 只是大洪水的一部分 大洪水的大 大洪水的大的部分 那两方舟我们还没讲 这个其实也是很有意思 我们已经看了一条 оп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